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的蓮藕已經刨了 我們要處理它了 怎樣處理呢 首先要下一個 我今次用了薯粉 薯粉會比較黏 因為蓮藕刨出來也有很多水 怕會不會起 起不到黏的作用 我會放兩盒半 兩盒半 放一隻雞蛋 然後放少許鹽 雖然吃的時候不夠味 也可以放的 但現在因為蓮藕沒有味 帶少許甜味 我們放少許鹽 用手就會均勻一點 因為你的手感會感覺到它的黏性 我們就要不要太多水 不要水丟 它真的有很多水 如果香港的蓮藕真的有很多水分 因為以前我在外國做這個菜 就沒有太多水分 加少許粉 或者把水都放入 因為要低水 我們要加少許鹽 如果要加少許鹽 或是鼻子水 我們會不需要太多水 再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或是鼻子水 或是鼻子水 不用太多水 加少許鹽 麵藕的甜味 有多餘的水就做些功夫 不要太多 雖然它都很好味 但我們真的不要太多 因為炸起來不夠氣 就不好吃 我們不要捏著蓮藕來倒 它會自然流失 這麼多倒差不多 好了 好了 這個 我們用紫菜 做皮 買回來 很簡單 我們先把它 折開 我示範要剪一張 通常我用木刷 一半 其實很容易 它有六條 先開 手一定要乾 兩張 差不多 有木刷油 好 變成這麼多 最後 這麼多 就一件件 一張就可以有很多張 這樣視乎你做多少件 如此類推 好 現在爐子已經煮熱了 我們嘗試把筷子放進去 它有些土 和聲音 顯示它都可以 我們就放一些蓮藕 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就是紫菜在底 等它煎一會 再放進去 再放另一個 其實一邊釀一邊釀 一邊釀一邊釀 是好一點的 紫菜是乾的 就不會 潮皮 因為剛才釀了 也有分幾粒 才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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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會有一點點 炒皮 不過不要緊 一放進去熱 它已經炒起來了 就會很快 硬的了 好了 炸到這樣 它感覺到它 硬硬的 你可以反轉 才可以 那它一邊 生手不要學我 要找一個雷 這些菜我這麼小都喜歡吃 我試過有一次 因為釣起手想吃 樓下又沒有我想要的紫菜 我們說隨便吧 大陸做的我都買了回去 完全兩回事 不是說大陸的東西不好 真的不行 是沒有紫菜味 做完出來 炒皮不得已 還會浪費了餐 總之是不靚仔 因為那包紫菜成為9元 但這包紫菜成為40元 有分別 因為綿藕 都不是太過 怎麼說 就算生吃 都不會太壞 所以就不需要炸太久 我們這些中數可以用快點按一下 讓它扁一點 不用再反轉 再反轉 不用了 待會我們時間夠了 覺得差不多了 你裝一下它 已經金黃色了 即是可以了 現在我就要裝一下它 是不是已經金黃色了 還不可以 還差一點 多30秒 中間可能火會更猛 這個可以了 這個也可以 即是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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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再裝一下這個味道 既然那些味道還不可以 再金黃色了 就算焦焦焦也不要緊 很重要的 好 給它多一點時間 我們這裡就做到 2、4、6、8、7件 一番紙菜做8件 十多件都夠4、5個人吃 紙菜又可以留下一次 煲麵也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這個菜都是很便宜的 好了 拿到差不多的顏色 就可以了 因為它有很多油 我們就放在碟裡 鋪一鋪 鋪一鋪 按上一下 就可以了 待會還可以放好一點 這個位置 好了 炸完之後 我們上碟 排出來 吃肉都大汁 對不對 吃的時候 因為我剛才說的 都是鹽 看看我自己喜歡吃 吃不吃再鹹些 可以再灑鹽就可以吃了 希望大家喜歡 現在我們會示範 怎樣煮這個麵豉湯 現在正在煲水 稍後我們的材料 會有豆腐、蜆、蔥和麵豉 就是這麼簡單 等水滾 麵豉 你看到它是膏狀 待會整塊放進去 基本上很難讓它融 現在就可以拿少許水 因為它會有煙 因為它會有煙 待會還是煮回去 我們先把它變成蠔 先把它變成蠔 讓它稍後放進去 就容易融化 其實麵豉湯也可以說話 今天我就選擇了用蜆和豆腐 其實它的配搭可以很廣 也可以 你可以放肉鬆也可以 肉碎也可以 蛋花也可以 基本上豆腐 就配合什麼都可以 有時候我們去日本餐廳 喝的都是很寡 只有原始和蔥 就什麼都沒有了 其實我試過很多種配搭 我試過用洋蔥粒 和紅蘿蔔粒粒 也可以 有時候我煮魚 煮的那些頭頭尾尾 當然是鬼佬魚 不是我們中國人吃的那些 就如三文魚 那些貝脊骨 又或者是龍利柳 那些頭頭尾尾 我放進去 又很好吃 其實麵豉湯也是百搭 我覺得 或者我本身喜歡日本餐廳 我喜歡把不同的餐廳 嘗嘗嘗 但不要太多料 放進去 雜餐廳的話 就會不像日本餐廳 但通常我都會有兩樣 不會超過三樣 大家都可以嘗嘗 現在的水有煙 真的未滾 我已經變成糊仔了 待會兒放進去就很容易融化了 其實少少就可以了 這個份量其實我都 完全不用放尾尾了 夠了 如果是四個人喝的話 一人兩碗仔 就不太多 其實現在 都未曾大滾 我們多放三十秒至一分鐘 好 現在的水差不多了 有些泡泡出了 我們先把豆腐放進去 豆腐就是切粒 其實你說我喜歡去買那些包裝好的 其實也可以 那些你也是買一些滑 新一些 我去家廚店買的 就是一磚磚買回來 一磚買來煮湯的 那些師傅都會教你用哪一隻 這個我切到一粒粒 它都能夾得起 不會破爛 起碼有幾粒粒 你有一些咬口 我就喜歡這樣 好了 在煮中的期間 我們又可以攪一些麵糞 其實等它再有少少微滾 我們就可以下蜆 下蜆之後 其實我們就要下麵糞 很快 因為蜆太熟 它就會粗 我選擇這隻蜆 其實都是屬於漂亮的 它的殼是很薄的 很快熟的 剛才都口默默的 這隻蜆都不會粟米 只剩下一點 這個蜆應該是好吃的 現在水滾了 豆腐已經半浮了 這個時候就把蜆放進去 放進去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就算了 20秒左右 就開麵糞 現在我們又看看 差不多了 蜆都很想把蜆開口 現在就要把麵糞放進去 這個麵糞 然後再烘些 這樣攪拌 攪拌 這樣攪拌 攪拌 切成成一個 炒麵糞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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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我们的蜆蜆都想要抹大 抹开口 这一刻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甜 试一试味 拿一点点水 刚好 现在我们可以加点葱包 多一点也不怕 有香味 再盖盖10-20秒左右就可以关火 刚才试味的时候 它比较咸一点 就可以加点糖中和 如果它不够咸的话 再加点盐 其实很少可说不够咸 因为面糞是咸的 接着就关火烤它10-20秒左右 喝的时候可以加点麻油 其实面糞汤也很送饭 因为它够咸 通常日本人一碗饭 加个面糞汤就可以一餐了 好 至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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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